是W.Joseph Bintang 康律博士 和ICB的顧問 還有亞難議員 還有我們是紫薩利亞難議席協會的主席 康律博士 Thank you President Hu Council Director Yao Director Jai and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Joseph Bintang 中文名字 康律 I feel quite honored that I have been a part of the growth from day one to today Twenty years is not a short time so we see a baby growing up to such a very important organization in Atlanta in the state of Georgia and in the Southeast United States Please allow me to speak of a lot of experiences in Chinese because that probably will bring them a lot closer 在這二十年中 從沒有個人的 大個人計算機才剛剛開始 九零年代初 一直到現在 每個人手中都有一個Smart Coat 在這二十年之中 在這二十年之中 我覺得我們的中華專業人士協會 替整個佐治亞州的僑民 做了很好的一個 我想用中文的話很難用一個字 或兩個字來表達 你替大家提供了一個很好很好的地方 讓大家能夠彼此交流 從早期這邊的僑民 是沒有什麼生活中的一種交流 中華專業人士協會 在當時給予這邊的華人 一個很好的機會來參與 來彼此討論一些個人生活 或者是在做事方面所需要的一些資訊 一直到後來 當然我想剛才會長已經把過去的歷史 做了一個很簡短的談論 當初Georgia Powell很希望 我們了解到現在的華人社區 在九零年代初 有國內很多專業人士協會 在本地開始做事了 在這個同時 是不是有一些喬社方面的需要 或者是專業人士方面的需要 所以當時很榮幸能夠邀請到 施德祥和其他幾位當時的一些 對社區非常有關注的一些人士 到Georgia Powell來彼此討論 所以也很高興能夠參與到 這個中華專業人士協會 當時的成立和他的一些 歷連來的一種進行 那在早期的時候 我記得周志平他很喜歡打電話給我 就像剛才姚貞在說的 他在各方面很希望能夠吸取主流社會 怎麼樣把一個非力率組織做好 所以他經常打電話給我 我就跟他說 我說基本上 我說若是你能夠真正做到 把人才交流當成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然後把本地的無論是文化或者是科技方面 這方面的需求能夠拉攏在一起 然後跟主流社會能夠有一個共同的活動的話 我想你比較做到中華專業人士協會所需要的目標 在那個時候我用玉山科技協會作為一個目標 我用來的中華專業人士協會作為一個免疫 那今天我是覺得中華專業人士協會 我不用說是真的對你們感到非常的驕傲 因為你們在這二十年中間 不但真正的為本地的人民做了很多很多的服務 那這些服務都不用一一去詳盡解說 這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可是我覺得在你們說 在2008年在奧運時候 把專門交流的一個平臺給它建設起來 然後在三十周年有Sculpture and Build 在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和Culture Center 這些我覺得都是非常有建築性的活動 而且你們的這個雅城之春 還有這個跟OCP 跟那個OCA合辦 Career Fair 給這個年輕人一個機會 能夠參與就業 而且了解就業人士 還有有機會接觸一些大公司和政府的單位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鼓勵你們的 然後我覺得在過去 因為你們所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在想真的要 我想中華專業人士協會 除了廣西總體管給你們的支持 國際聯財交流協會 給你們的支持 Georgia Power 或者是大眾 也需要想到說今天這些V點 我在那邊看到說 Peter 二十年前 他也是在那裡幫忙提供新聞 所以我們這邊好多位新聞界的朋友 真的要謝謝他們 對於中華專業人士協會 二十年的支持 今天我看到葉友莊主任也在這邊 然後我想新報和168都在這邊 所以謝謝你們對於中華專業人士協會的支持 然後我是希望大家知道 Georgia Power 我們是一個在Georgia 州 是屬於藍礦公司旗下的一個電力公司 所以在 Metro Atlanta Area 也是我的範圍之內的區域 就是電力公司來說 我們有很多各式的 其實有很多Free Services 所以像你們在夏季時間 假如你們想要說怎麼樣節省電 然後你自己有Business 需要怎麼樣在Commercial方面 節省能源的話 打電話給Georgia Power 基本上他會有專業人士 可以來幫你們做一個講解 然後在現在Volgo 這個Nuclear Plan也是在2014、2015 快要建成的時候 給你們提供更多的這種 等於是比較少消費的一種提供電量 所以也希望你們能夠了解 Georgia Power 另一年來對你們專業人士協會是非常支持 所以假如在我們需要民眾意見的時候 也希望我們中華專業人士協會 能夠給Georgia Power一點鼓勵和支持 今天我也不用多說 就非常謝謝中華專業人士協會 第一年來的會長 尤其這幾年 盧少華博士 李超 雷克 顧覺民 還有過去的許多會長 李波 王滿泰 還有早期的 韓曉東 紀曉培 還有很多會都已經回國了 還有董蘇安等 所以我想非常謝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 跟你們一起合作 然後也希望我們攜手能夠共同努力 希望下一個十年 三十年的時候 能夠再在這邊跟你們共同慶祝 謝謝大家